是,新加坡是很受人家尊敬的 现在这件事情还在调查 跟王明星有关系 会不会跟F1有关系,大家都在猜 OK,我们看到政治太复杂 然后也很黑暗 也不要说黑暗 这个世界哪里有什么东西不黑暗的 有白天就有黑暗 你为一间会馆就不黑暗 一个社团组织就不黑暗 一个家庭就不会黑暗吗 有钱人黑暗不黑暗 你看那些什么赌王死的时候 他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争财产 什么都黑暗的 一间公司里面也会黑暗 什么地方都会黑暗的 这个世界哈 有人的地方就有黑暗的一面 因为人性里面就有黑,有白的 你要靠哪里是探你 他说什么叫明哲宝生 明哲宝生的人不要看我的节目 你看我的影片你就是明哲宝生 你不看我的影片你会被 你看我的影片你就不明哲宝生 你就可能会被我的原论影响 那我的原论影响 我是影响你为反对而反对吗 我没有啊 我没有让你们 你们要看我的节目真的不能够明哲宝生 你就不要碰政治,不要去管 你要碰政治,你就知道政治有黑暗的 一定有,然后你知道我的政治倾向 你也知道我一直在对政府有意见 那你不要被我洗脑 你也要分辨嘛 所以我的问卷 大家给的答案也是 有些是中等 但是我跟你讲 我从来没有为反对而反对的 我对善达曼 我觉得我对他有好感 我还是有好感 这个是人啊 如果他真的被判 而且我说 哇,为了一间房间 善达曼 不是善达曼 sorry 异华人讲错了 为了一个房间 不值得嘛 反正善达曼我也是很欣赏啊 那时候听说他要做总理 我们心里也support了 但是他做总统 我其实不support 不因为我认识刘 刘正华 吴正华 不是 现在这个GIC 如果他要选 我可能会选他 因为我觉得善达曼 不应该离开那一阁 现在你看他们少人了 他们现在很惨 你说他做总统 还是管回去育朗 即选去管育朗 如果他在 他可能可以调去西海岸 选举西海岸你要派谁 你让李志生一个人懂 给男 我跟你讲 李志生 很多人对他有意见的 我感觉你guarantee的 我现在讲外面的话 我个人的 不容易 因为李志生不讨好人的吗 他的国家发展不 哪里会讨好人 现在老人家都对他有意见 每一间屋子 当年李观要讲 每一间屋子 我们都可以成为 我们能够传给下一代 我们能够卖屋子 赚钱 我们可以养老 你现在跟我们讲 时间到这屋子 不会卖的 收回的 听得很生气的 你知道吗 以前跟地主 永远那个就是 替他做工 讲好听一点 优费啊 其实我觉得 善达曼名义上 要退出行动党 实际上是保留在 行动党的人际关系 要不然他在基层的 影响力从而而来 这句话也没有错啦 因为 我都在我的影片的时候 讲 行动党当然 棒 希望有一个是属于 他们中意的人 来做总统 以后他们 沟通也容易了 这是事实 如果你让吴振华 做总统 他要怎么跟李显龙沟通 还有很多 可能很多问题 所以 当然是放善达曼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你放善达曼 你可以放盐金 你可以放其他的啦 但是善达曼本来 我们人民觉得 他应该做总统的 但是他们要给4G 讲给4G 给到现在那个4G 都已经 如果4G 如果一华人是4G的话 4G都出事了 对不对 所以啦 哎呀 很险的啦 这个是他们的事啦 但是我们老百姓 也不希望他们不好嘛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啦 哎呀 善达曼 善达曼 我们看看有什么特别新闻 今天其实也没有什么 关于义华人的 有一点 现在我们那个 三迪 那个 米飞人 越来越厉害 现在他跑 他一百米拿了 他现在跑两百米 希望他 表现得更好 亚洲警票赛 赛跑田径 其实现在田径真的是 令人寡目相看 里面那些教练也是 教练 田径拳手也有教练 玩里城啊 田径总会啊 好 一讲到田径总会也好啊 那个祝总啊 新加坡就是这样 田径 从前新加坡田径 你还记得吗 那时候靠那个 大大支的哦 丢千球的 只有靠他 从来没有 没有在那种 跑道上没有了 赔 后来慢慢就有 哇 短跑短跑 借力 现在你看 一个 一个就够了 新加坡足球队呢 我就是一直比啊 比到你wake up 你还不换人 是不是 你说是不是 有没有道理 那你说 西海岸是很大的 你懂西海岸多大吗 哇 那时候我看到 我觉得西海岸是 所有选拟里面 最长的 啊 可以从哪里 跑到哪里 人也蛮多 不少 那里整个 哪里就多了 我不知道啦 我觉得哦 你说他的工作 能够让 现在我们 我们才两年 还有三年 他就说要去选总统 所以这一点也让 老百姓 他的选民 会多讲话的 他要很小心 李智生说 我们向西海岸分区的居民保证 我们将继续为他们服务 确保他们得到所需的支持 这种是废话 你的选区少一个MP 就是少一个MP 叫做圣港 少一个就是辛苦了 那圣港少一个 他派谁下去 刘成强也帮忙 那个 什么名 帮龙发也帮忙 他们会去帮忙 FMP会去帮忙 你在西海岸 你应该要放一些 从前的MP来帮忙 要MP的水准 如果你不需要放MP 你西海岸就不需要四个人了 你三个人就够了 这样的话 我们这么多几选区干嘛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一方面说 我们一个选区需要 一个国会议员 四个选区要四个国会议员 但是每一次 你看现在两年才两年多 你就一个跑掉了 不是有事情 是去选总统 你是那三个 你敢敢跟你讲 有我们会确保 什么叫确保 确保你就要告诉我 How you do 你就要找多一个MP来吗 什么MP 你不可以找 因为MP没有的分的吗 一个人一个选区 你要找一个X 比如说从前离开的MP 回来帮忙啊 有没有回来 有没有离开的MP 有啊 国家东也是MP 对不对 来帮忙 Meet the people section How ma Steady在那边 不必叫他打字啦 他在那边 你懂你去meet the people section 他们那些MP 做在里面的吗 外面那些都是 哎呀我要申请小贩摊位 我要申请taxi license 哎呀我的什么 很冤枉 我要扣 这些都是让那些党工去帮忙嘛 打 他那些format都是set好的啊 放你的名字 放你的IC number 然后写给交通部 写给警察部 特别的case 直接见MP 好像我曾经直接见 李玉云这样 不同的 那你国家东在里面吗 人家进来 国家东帮忙 他有experience吗 曾经做过总理吗 你应该要叫这种人来帮忙 你什么叫确保 确保 好赌确保 你嘴巴讲 确保 四个人的选去 你三个人 做 你要他们死啊 确保你跟我讲 OK我们四个 因为你现在走的是谁 你走的是一个 fulltime minister 你自己也是fulltime 李志生 另外两个MP 可能他们有他们的专业 除非你讲 本来某某人 他是做医生的 现在他知道 善达曼不在 他暂时医生不要做 quick 一声 fulltime 做MP 那我就补掌 他就是 跑两个选区啦 没有啦 里面那些MP 全部每个都有自己职业啦 MP上面的副业 对啦 除非那个MP 说他好像曾经 陈佩玲也是fulltime的 他们要做fulltime 就是不要参加外面的东西 不要赚钱 他就把fulltime的MP的时间 两个parttime 变成一个fulltime嘛 他就可以管两个选区 现在MP管一个选区 都是parttime的 even minister管选区 他其实也是 一部分的时间管选区 大部分时间 他要在cabinet里面 他要在内阁里面 管国家大事 你们明白吗 所以你说确保 确保你的母鸡要够啊 小鸡要够啊 现在是母鸡跑 上他们是母鸡嘞 现在李自身 从小鸡变母鸡嘞 还是少一只小鸡嘞 你哪里找小鸡 你要找一只 从前的公鸡回来 好像 我回来了 是不是 我认为是这样啦 你要让人民certified 就是满足满意 就是这样 不然你不要嘴巴讲啦 确保 确保 他们得到所需要的支持 公鸟 走喉啊 按住要走 按住要确保 四个人的选区 怎么三个人可以达汉 如果四个选区 三个人达汉 以后不用四个选区 新加坡不需要这么多MV 80个 70个都可以了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我很生气了吗 你看这种东西 很敷衍啊 讲空话 如果他是跟我讲 我是他的选区 我世界是他了 我说Mr. Lee 一定有的人 可以避免整个选区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要四个选区 我们只需要四个选区 我们只需要三个选区 如果三个选区 可以避免整个选区 选区 哇 这样很凶啊 是吗 如果你三个选区 可以避免四个选区 没问题的话 一路为什么要四个选区 其中一个 一个部长 两个部长 人民都不需要花这么多 所以请到一个人吗 对啊 没有啦 我是说人民都 整个选区都 不需要九十个选区吗 七十个选区可以做了吗 省二十个 MB的钱很贵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你真的这样讲 为什么我们还有什么 高级政务部长 政务部长 第一部长 什么二部长 不用啊 部长 好像马来西亚 部长 副部长 deputy 两个 省钱嘛 还有什么政务部长 高级政务部长 还有mayor 市长 什么事 谁懂 你花很多钱 对不对 我讲到有没有道理 有啊 有道理 所以啦 你 我的网友很会写东西 不知道要写什么 看一下 Dama knew this will happen That why he go for president OK啦 OK啦 意思是说Dama 蒙安台 赶快走 这是你的猜测 不一定准 高 上达曼 谁高达曼 可以 上达曼行事不妙 王国兄是来护航的 分散选票 如果他分散选票 对上达曼有利啊 不会不妙啊 如果 1T01 有危险 1都1 有危险 想当年 有四位 姓陈的竞选 如少一位 陈金木 早就是我们的总统 不是吗 你讲的对 但是 越多人选 对上达曼 越有 越有 越妙 行事妙 不是不妙 你明白吗 如果这个王国兄是来分选票的 他当然 任何一个人要赢三担半是不容易的 一个比较有利的 他可以分散更多的票 所以你说陈金木当年四个城 他很可惜了 他很可惜了 当时你问我对哪一个最觉得有一点 四个城里面哪一个你觉得最有问题的 最让你生气的 我现在可以讲 我没有得罪他 陈卢斯 后来他不是弄一个政党 他从前是B.A.B.的吗 他是替吴作动做他的秘书长的吗 他弄一个政党 什么前进党 什么党 国家 人民危险党 结果上一届大选 国家党没有选 他整个党也 dispend 当然你不可以说一定是为了国家党 但是这样的人都有 然后他自己跑去不懂民主党在哪里 这个人我就是很生气的 你看他根本 那时候我还特地去听他的演讲 在B.A.Y.O.跟张大姐 因为那时候人家觉得陈金木也是年纪大一点 结果他分散张金木的票很多嘛 蛮多的嘛 另外一个是 NDUC的那个income的 那个是没有办法的 那个是赔跑的 其实谁拿掉张金木的票最多的 张路斯啊 曾路斯吗 他现在在哪里 在哪里 所以我不要讲啊 总统选举 我们这种看门道的哪里不懂 所以我跟你讲 你写错了 赛达曼刑事大好 王国兄是来护航分散选票 你这样讲是对的 是有可能的 因为玩赌玩有危险 当年四位陈的竞选 如果少一位 陈金木早就是我们的总统 不是吗 不是少一位 要少 不可以少那个NDUC 要少陈如斯 懂吗 OK A.Y.O.前总裁呢 印度人吗 或是英国的 你管他什么人啊 什么 你不要带风向啊 我不喜欢 我不要太过 不要种族色彩了 管他什么人 印度人也好 英国的印度人也好 他印度人就应该跟 一华人就应该跟他 一直在里面 跟他团团转了 不是因为什么人啊 也不要这样讲 我们不要这样写 写这个没有意思 你写这个什么意思 没有意思的吗 前总裁 他问题 有意思 他很多问题 这不是我讲的 报章讲的 他现在还有case 那个前面那个 还有一个case 少报税 然后英国政府现在还在输他 还在比假拉 所以F1里面本身很多问题 所以政府要照顾 应该不要让一华人一个人去面对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想他不会做错吗 他现在就做错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 可以他做错的不是冤枉 我也希望他没事啊 就好是CPIP也说 哦 一华人没有事 误会一场 乌龙一场 不过很难啊 感觉上不是啊 因为他的情形跟 因为他是被 suspend 他的滋味 不像桑姆根根 这个维闻 还是继续可以办公 办公 不一样 你几时看到一华人 现在有公开看到一华人吗 他自己都不好意思 不敢 没有年轻人啊 可能 也有情绪的 他的孩子 他的老婆 他的家人 他的爸爸妈妈 如果还在的话 很难过的 出到外面 每个指指点点 你没好吗 所以他要付出代价 如果真的有错 学那个破墨 那时候有绯闻 直接站出来 退职 跟全民说道歉 如果你一华人有错 要面对法庭 你准备认罪 你在法官面前也要讲 你对不起 新加坡老百姓 讲对不起 大家还同情你 是吧 一定是这样 你错没有什么大事情 要改 但是也要看你错在什么样 如果你错在 你是吃很多钱的 受不了 看 那个你 那你人家要原谅你的几率也很少 如果你就是因为房间 只是因为这样 conflict of interest 然后 你被抓 判刑 你跟老百姓道歉 没有什么的 没有人会怪你 没有 人家会原谅你 不是说没有人会怪你 也没有什么好讲 但是我觉得 如果他有错 也不是他自己的错 整个人民行动党 对F1的 如果是因为F1 对这个F1的 整个组织里面的 事情 如果只是上他们一个人去 也不对 要派多几个去帮忙 而且老实讲 什么东西都是两个两个 比较不会有机会乱来 所以我们做警察的就是 partner两个两个的 真的没有办法来放一个人 两个也比较安全 有什么危险 另外一个在 很多东西都是要两个 你看你公司 好像我从前工作的 我们开什么支票 claim 两个新一家嘛 没有一个的 一定是 two新一家 我每个月拿的薪水 那时候拿支票的 好像 啊没有 拿 钱是从宅楼给我们 但是 是 工作单位 开支票给银行的 开两个人的支票 的新一家 银行 收到了这个 支票 说要给薪水给我们 这两个新一家 要对的 错我们就被delay了 对啊 好 有一两 两三次还是三次 是啦 有一两次 那个 那个姐妹每次心里 就是她搞错啊 我就 我们也不可以怪她 这很惨 哇 别的没努力了 七七七 ADM没努力出来了 哇 公司要倒了 没啦 知道公司不会倒 这没办法 这是人为 银行也 其实 所有的 所有的工作 单位 给钱给员工 都是那个 负责 是啦 不是支票啦 公司一种 一种 一种形式 但是要 在网上 签名的啦 二人比一人啦 Bobby Ong 好 F1前总裁 是印度人 OK sorry Bobby Ong说 都 两个比一个 我觉得不止两个 可能第三个 那个有一点 那个 讲会成功的啦 现在啊 吴振华可能没有成功 就one to one的咯 对不对 吴振华不一定会成功吗 还是他们已经知道 吴振华不成功了 就希望这个GIC 因为我有跟你讲 我有跟你们讲嘛 这场选举 不可以没有人 拉弯的 你没有人拉弯 让桑达曼 Walk Over 是不好看的 那如果你放桑达曼 跟这个GIC总裁 老实讲 Hard Fight Good Fight 任何一个中 我相信BAP也OK的 因为那个也是GIC BAP也跟他应该认识很清楚 他们对吴振华比较不认识嘛 对不对 我讲公道话 那个也是比较懂 这个 所谓的除备金的事嘛 所以他们两个对雷的话 票咬的紧 都不要紧 谁中选 对人民新农党 都是安全的 都是好的 你要这样想 所以不一定是 两个比一个 可能万赌万 但是不可以一个 一比零 一比零就惨了 所以好啦 我也不跟大家多讲了 今天大概也是讲到这里了 因为张大哥 还没有收拾行李 还要 还要online 那个 JEC IN 飞机 机场的JEC IN 已经做好 Passport就是去了 放下去 去印尼还要 declare那个 luggage的 要online做 做了 去到那边就方便 所以我想做 因为你没有做 你是开那个 你还是在 要用那个application 填到你在那边 给他们扫描 那我宁可印出来 我想要印出来 印出来给你 给他那个QR码 他扫 那我女儿告诉我 他们有时也 太多人 他们也不check了 叫你走走走 如果你拿 你拿手机 他有时看不到 他还要硬硬跟你扫描 扫抱到他问你 再做再做 你就麻烦 宁可弄成一张纸 他扫描容易 QR码 谢谢你 一路顺风 你说什么 传道书 四张十节 有人 有人 公圣 孤圣一人 若有两人 便能抵挡他 三股赫成的绳子 不容易遮断 OK啦 前面两句我同意啦 三股赫成的绳子 不一定啦 因为吴振华 不是跟他们同路 如果三个啦 吴振华不同路的 你可以把吴振华 当成胆情梦 这样的角色啦 所以是那两个 喝起来 把这个弄倒 那两个里面 其中一个最强的 可能是桑达曼啦 就会中选 我的看法是这样 这段经文 OK啦 有人公圣 孤身一人 若有两人 便能抵挡 是啦 我偶尔就是孤身一人 没有 我偶尔绝对对 人民行动党不利 所以大家准备去选举就对了 这个一定选的 你听我讲 他会放风声 考虑一个礼拜 没有什么 可能他们知道还有没有人要出来 如果那个人要出来 这个可能就省下来 大家也在看 因为可能吴振华已经批准了 你也不懂 因为他很积极的在跑 如果有一天你看到吴振华没有跑 大概知道没有希望 如果他有信心 他一定会跑 他跑就是表示他有信心 他会参选 所以他现在已经开始去拜票了 他跑 他很群好地跑 只是媒体没有什么报道 就是这样 我知道他在跑 他甚至邀请要进我们的节目 我已经公开讲 不要他来 因为他应该超越政治 不要进我的节目 底下人家以为他跟功能党有关系 不见得好 或者跟在野党有关系 其实不见得好 懂吗 我相信吴振华的 如果有什么团队在看我的节目 所以我没有说答应 我说联络我 他联络我 我也是讲这种话 因为他后来也没有联络我 可能他听了我的话 就过来嘎叫我了 他不算嘎叫我 他给我面子 他要来我当然是莫大欢迎 我们可以弄成 但是我不要了 我觉得不要了 你打选战 你去老百姓的圈子里面 不要跟政党太多接近 对你好了 是你不要跟任何在野党接近 对你好了 比我可以例子说 旅途愉快 享受你的旅程 希望 现在还不懂 他星期一 等我到了那边 我再跟大家讲 我到时来跟你讲 那个司机大哥很搞笑 我给他弄到我有点吐血 但是现在慢慢觉得他很可爱 我们包车的 讲好的 他又很怕做不到我的生意 做我的生意是 他遇到贵人 到时候我才跟你们讲详细的 等我到那边先 不要等一下我没有办法到 那一桶 弯口 飞机 保佑我平安 一路顺风 其实一路顺风 我不要 顺风危险 风太大 把你吹到那里去 OK啦 总之 心理准备 去休息 我真的很累 想不到我退休后更累 开心 所以那个累 先讲 没钱赚的累反而开心 不懂为什么 直播的钱赚也开心 因为是自己的钱 而且 谢谢你们 大部分的人不必还钱 广告费 所以你如果你没有还Cash 你是靠广告费 麻烦你看多一点广告 帮助我 另外一个可以帮助我的 就是把我的影片 分享出去 你可以放在你的Instagram Facebook 什么都可以你放 好不好 不过如果你放我的影片 你要cancel那个 comment 不要让人家comment 因为人家乱乱讲话 也害到你 就是这样 机会说你7月14日到现场 18个K 18000人 是咯 我也不懂为什么 那一个会 那么多 我自己看了三次 自己觉得要笑 我的要笑是 觉得还自己的 里面有讲到 那个 是吗 是 那个嘛 三个 贪污调查局 是吗 我看看 现在1.8万 1.8万 最多的咯 那个 我看一下 我没有 没有什么 那个三十多分钟 不懂为什么1.8万 只是因为 最新发展 就是跟F1 一起方程式 礼电 贵宾 房 招待有关 然后王明星被捕 是否影响 F1 的举行 哇 现在1.8万 这个不但可以买Burger 广告费 我拿到 应该可以 吃晚餐的 还没有 还没有收到 可能今天晚餐就知道了 因为他两三天后了 这个 这个几号 这个14号 今天 15 因为今天礼拜天嘛 五个也休息的 可能16号我就知道 这一个影片 我拿到多少钱 我不怕跟你们讲的 平时的一个影片 我大概 赚一个早餐 早餐五六块 很少的 你们以为我 可以 但是 最近的都不错了 连午餐都有了 这个可能晚餐 这个可能可以吃晚餐 谢谢你们 就是这样 如果我每次这样 有晚餐 我跟你讲 我就开心死了 我就更加 专心直播了 对不对 不过没有了 不是每次 新加坡的政治很少 有问题的 某丁丁 黑白雾 讲完了 以为没有事了 总统选举 又没有东西 讲台湾 你们也不想听 只有讲一些 有跟没有的 就是那样 九百一千八百人 突然一个 一华人 我就 千多千多千多 然后 现在这个一万多 最多就是这个 按赞的人 有两百零九 所以 我有压力 好像今天 OK 我有一些 我要结束了 但是我还是要把 问卷答案 有改变了 现在我这个 有多少人 三百六十五个人 我现在讲话 有三百六十五个人 正在看我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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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看到 OK啦 我回答 写得这么长 我觉得应该要 respect他了 花这么多时间写 我念一下 张大哥你好 我认为 善达曼是 PAP推出来的候选人 当然了 不然你以为 谁推出来 你这句话 大家都认为 因为我讲 可能是他自己要出来 并不是 PAP要的人 也可能 因为我有讲 我个人是觉得 本来应该是 严金勇 因为他推出 那个中央委员会 OK 现在形势 对行动党不利 王国松是出来 护航分散选票 不是真心为国家服务的 如果你讲这句话 就是一定是 沙卡都 那吴振华 真的可能 他是qualified的 不要one to one 就让这个 王国松来 他说 他不是真心为国家服务 也不可以完全这样 他 哎呀 管他啦 OK 如果他有意为 民服务早就出来 何必到现在 只是差 差一个月 这样 也不可以这样讲 可能他考虑很久 现在如果突然 杨龙文说他要选 我们也不可以 我们也是欢迎 善达曼能赢他 就帮到自政党 这就是他特别的 OK啦 也可以啦 你可以这样讲 或许是这样讲 如果他没有办法 赢善达曼 但是因为三个人 他把选票分了 分开 分散了 分散了 吴正华就没有办法赢善达曼 也可能万一 吴正华能够赢善达曼 因为善达曼 很多人现在对善达曼的评语 不是很好的时候 他因为 他因为是GIC 而且一直说他管过 那个外汇 我们的什么 那个我们的国库里面的 那个储备金 反正人民可能会选他 就算是人民选他 那善达曼输了 BAB还是OK嘛 到时候还可以宣传 你看我们多么 多么 我们真的 总统就是总统了 善达曼 自己活该 不会啦 他们还是会给他做好 很高的智慧 钱 薪水可能他 或者银行都要他的 他没问题了 世界的银行都要他的 他肯定赚 他要赚钱 做总统五百万 老实讲 对他来讲 他的standard 外面千万了 真的 随便一个银行 大银行都会请他的 善达曼 他真的是牺牲 讲真的 我们要 你们相信不相信 世界就是这样 如果他真的输 但是这个 王国松 这个什么松 这个王国松 行动党也开心 更好 更好宣传 说你看总统是 很公正的 不一定是 部长 都会赢 当时也可以讲话 是不是 好像现在 哎呀 怎么话都可以讲的 OK啦 OK啦 谢谢你啦 我没有反对你的意思 我没有反对你 但是你说 桑达曼 是BAP 推出来的候选人 可能因为我曾经 讲过 可能 他出来 是 自政党 不希望看到的 因为也有人讲 他出来现在 是为了 不要 碰那个 哎呀 各种各样的想法啦 各种各样的那种 其实他们应该也是要退了啦 本来 就应该要交棒了嘛 他已经国务之政了嘛 他跟张志贤 几个都应该慢慢要退了 就是这样 下一届大选 可能就退了 那李显龙 他说他要在啊 他有讲他还要啊 所以他大概会做国务之政啊 像李光耀总理这样 所以李显龙下一个任务是国务之政啊 就是这样 也不得不啦 没有什么人才啊 真的 感觉上好像很差 糟糕 说BAP没有人才 哇 我这种人讲话啊 我看真的是 好啦 跟你们说再见啦 好啦 拜拜 晚了 越讲越远 我讲到我自己心都怕 我竟然讲BAP没有人才 我讲 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绝对好的人才越来越少了 因为如果 在讲越远越黑 没有啦 BAP很多人才 反对党没有人才 OK 好啦 再见啦 拜拜 拜拜 真的不敢乱